第四十节 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 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项是 为了打击主要敌人 团结依靠一部分人 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 在这次战役中 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 在反对张文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 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38年3月 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 特地将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 刘少奇回到延安后 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在1938年上半年 毛泽东与长江局的争斗中 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 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强烈的不满 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 指明道姓抨击王明 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任的王首道回忆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 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 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 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 做斗争的根据地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 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 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 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 和其他委员的微信之言论行动的决定 除了布什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 昔日受压的经历外 还在许多场合不知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 称奇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 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了力的立场 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 1938年9月下旬 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 他同时被围以北方局和中原局 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 在一个短时期内 刘少奇随监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 1939年1月28日 刘少奇到达河南省雀山县竹沟镇 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 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 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 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 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 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 根据档案记载 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 刘少奇单独获与毛泽东张文天 联名发往各战略区 直到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100余件 刘少奇抵达竹沟后 又于1939年11月下旬 将中原局机关移至晚东 全力招兵买马 开辟了晚东苏北根据地 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 新四军派一部北上 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 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 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 积极部署对日委的策反工作 1941年12月 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 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 与李世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 取得一定的收获 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 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 和人员往来的地下通道 毛泽东违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 利用刘少奇牵制向英 以求进一步削弱向英的权力 毛泽东对向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 然而向英雄厚的革命历史 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 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 又是毛一时无从对向英下手 1938年9月下旬 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 中共中央决定将向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 升格为东南中央局 仍有向英担任书记 1939年7月3日至8月25日 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特别表彰了向英领导下的东南局 这些都显示了毛对向英的安抚和让步 但是毛绝不会坐等向英实力的壮大 而无动于衷 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 对向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 针对向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 设立中原局就是毛 旨在抑制向英的一项重大举措 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 龙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 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 现在将其化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 明显地削弱了向英的权力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 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 与向英产生了意见分歧 在刘少奇与向英的对抗中 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 毛知道 1939年以前 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 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 皆不足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向英 相抗衡 1940年下 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 并支持刘少奇 毛利用调解向英与夜挺矛盾之际 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恕时 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 担任东南局副书记 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 1940年11月 毛又内定撤除向英的职务 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 组成华中局 由刘少奇担任书记 只是据向英的反应 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 12月31日 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 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 使其名存实亡 几天以后 瓦南事变爆发 1月9日 刘少奇指点延安 提议中共明令撤向英职 毛泽东1月10日赴电 表示目前撤向英职一事 暂不必提 随后几个月 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向英等错误的斗争 1941年4月27日 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 成立华中局 由刘少奇任书记 饶术时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提携刘少奇 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 回报毛泽东 毛流两人互相支持 配合默契 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 泡到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中 提到刘少奇的名字 指出 少奇统治说得好 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西山 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 刘少奇离开河南雀山县竹沟镇 返回延安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8月7日至12日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 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 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 历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 反对邪气 下令在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 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 1941年7月 深印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 在延城配合毛泽东 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 7月2日 刘少奇做论党内斗争的演讲 7月13日 刘少奇给宋亮及孙野芳复信 不指名的抨击王明等人 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 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 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 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 在党内进行投机 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欧家 刘少奇还公开指责 不久前在晚南事变中遇难的向英等人 依仗他们的部队和牵杆子 向党闹独立性 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 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上市 在毛德默许和支持下 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 组成的刘少奇的部署 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 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 并无个人班底 直到1936年至1937年 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 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 1938年后 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 刘少奇的老部下 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 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 北方局下属 警察纪编区 后升格为中共警察纪分局书记一职 原北方局成员刘兰涛 黄静 林峰 安子文 姚依林 胡锡奎 林铁 刘仁 李宝华 李大章 宋一平 刘兮武等 分别担任了进察纪 太行 进隋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 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 以刘少奇为核心 由彭真做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 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但是在四十年代初 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 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 留在个别重要问题上 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 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 但是在这一时期 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 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 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著 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 在中共党内 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刘少奇的这番言论 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 有柔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 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 刘少奇没有柔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 视为头号敌人 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 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 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 刘明确表示 将白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 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 刘甚至放言 一直到现在 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 仍然未能克服 刘少奇的这些论调 与毛泽东将刘苏理论家视为 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 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 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 也存在一些差距 苏德战争爆发后 刘少奇、陈毅 于1941年7月12日 致点毛泽东 表示 如日本向苏联进攻 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 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 我八路心思 亦必独立反攻 已牵制日本 底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 7月18日 毛泽东赋点刘少奇 提出 反攻口号是对的 但八路心思大规模动作 仍不适宜 大动必伤元气 与我与苏均不利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 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 两人在批评刘苏派的方法上 也存在差别 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 也不如毛内半老道 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 却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刘少奇某些不入耳的言论 毛泽东并没有寓意深究 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 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 为刘少奇艺人 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 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 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 因此毛留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 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 委托给饶恕时 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 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 最重要的助手 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 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 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 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在地位上仅次于毛泽东领导人